为了回馈亚裔社区 美国国际高尔夫教育协会 将慈善赛事所募得的款项给捐了出来 他们将款项捐给两个亚裔非盈利机构 作为推广服务的基金 美国国际高尔夫教育协会 今天将2月7日举行的高尔夫慈善赛事 所募得的善款5000元 捐给亚裔青少年中心和中华文化精良基金会 我觉得AYC帮助新移民的功能很大 尤其小孩SAT的补习班 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做法 有帮助我们小孩上比较好的大学 透过高尔夫球赛事 扩大亚裔社区的服务 这次赛事有大约160人参加共襄胜举 有一个模式 美国和中国和美国都很富有 我们不需要帮助 但这一定不是正确的 每个人都能发现美国的梦想 高尔夫教育和高尔夫教育 如果他们不通过SAT SAT的准备计程序 提供10个星期的教育教育 3-4个星期 SAT的试试方式 还有英文和写文的类型 我们看到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看到有300点的改变 只要有低收入证明 就可以向亚裔青少年中心 报名申请SAT课程的奖学金 暑期班跟秋季班 还各有5个名额可以申请